大家好 我是Tim哥 我們現在是在教育科技 我後面現在有老師在上課對不對 沒錯 這邊就是iPad的館 iPad館它其實從今天開始一直到12號 都有非常多的課程 像剛剛它在教的是iPadOS 17 然後等一下還教你Numbers 還有教你剪輯 其實蠻多內容的喔 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有擴增實境的體驗 都免費的 這四天全部都在這邊休息 不是休息啊 來這邊學習 我覺得今天這個展非常的有意義 是不是 因為現場有非常多的那個小朋友 代表什麼了 未來的觀眾 教育市場 你要從他們這個 小朋友 對 從他們就開始培養他們看你的影片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小朋友跟教長都要看一下 你還知道說接下來哪些東西 我們可以來學一下對不對 那你有看到什麼有趣的嗎 沒有 我看到一個東西很酷的 走 現在看書的那個機會啊很少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很不耐煩對不對 那這對小朋友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 它結合了AR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長頸錄這裡啊 這個是鏡頭耶 有沒有 然後這鏡頭呢搭配 你看它現在講恐龍的喔 哎唷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有那個動畫 有動畫出來 會跟你互動 它還有一些任務要你來過關卡 所以它在最後面這裡呢 你看 還有好多的關卡 它等一下會出來說 叫你放出哪張卡上去 你就把它放上去 就有互動感 增加那個互動感 讓那個小朋友不會睡著 沒錯 而且你看全英文 接下來也有中文啦 我覺得這很不錯 很不錯吧 對 好我們去看下一個 再來啦 你也知道我們現在的 大家都用網路嘛 不然用Line啊 FB啊 然後甚至於很多E-mail啊 簡訊都會有詐騙對不對 你接下來大家很多都會變成數位化 數位公民 所以它這邊呢 你有沒有看到警察 有警察在這邊宣導 教你防詐騙 尤其是長輩不像我們年輕人 可能去識別或者是去求證 你們這些長輩 一定要好好學 Tim哥作為長輩的領頭羊 帶領各個長輩 一起來做這個安全防範 而且它這邊剛好有兩個螢幕 真的有警察會導覽你哦 然後叫你在那邊有一個QA 你可以自己來實際互動一下 有些互動教學 也是不錯哦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 我剛走一走還看到 透明螢幕 透明電視 透明的電視 很酷耶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手在後面 有有有 有有有 透明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透明的耶 我們公司應該放一台 不行 我們公司現在電視太多了 很線很線 蠻酷的喔 好 我們去看有沒有別的 他中了 老闆 我發現有一區特別適合你 哪一區 你會多看看上面寫什麼 樂寧 你的遊樂區啊 我覺得可以晃一下 你是不是很好想 裡面會介紹哪些產品 對 要合照嗎 看那裡看那裡 會上片嗎 會上片 沒想到在樂寧區 居然遇到你的小粉絲 好 樂寧嘛 好啦 我們看看樂寧區裡面有展示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他還有設備休息區耶 我們是跟玩具廠商合作 他們是做這個鈴鐺 傳統鈴鐺 然後我們結合我們的科技量 我們是把這東西 擺在那個長照中心 跟製造單位 長照中心 是可以幫到哪一些人 幫到 像獅子啊 獅子 對 或者是可能你中風 中風 的訓練 中風因為他速度很慢 對 中風風軍店他需要左右手協調 左右手協調 這些的 然後長輩其實蠻 長輩蠻喜歡這種 音樂課程 然後是可以互動的 有音樂課程可以互動 他們蠻喜歡音樂課程 這東西可以增加他們的首演協調 上面出現哪一個鈴鐺 我們就按哪一個 好快喔 太快了吧 黃的 這是綠的 我反應變慢耶 你看他這個速度超快的 有沒有看到他有寫乘二耶 乘二就是你要按兩下 現在乘二 有沒有 黃的 我可以問一下說 他這個速度有依照什麼年齡 就是什麼速度這樣子嗎 我們速度有 其實有調慢耶 你看他這個速度超快的 我都覺得快 老闆 老闆 到時候已經放慢了 結果你還跟不上 完蛋了啦 我 你速度強照了 你 一定的啦 老闆 可是我看到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schedule 一個很適合你的 什麼schedule 首領網紅養成班 我這個展區的負責人 我應該當老師才對 這個 我很好奇 那個應該是我當老師 我們有請了一間 在票選 就是全台灣的首領網紅 然後我們是熱夢人生 他會來教大家 怎麼樣子拍 就是穿搭的短影影剪輯 這邊有什麼特別的 剛剛這個以外 其實我們現場的去問體驗 我們還有這個是做腦波 腦波可以去用祥分的方式 然後偵測你的腦波 是專注還是放鬆 我們設計了一個叫做高齡科技示範 我們現場會擺放一些 現在的一些醫療的產品 其實讓老人家 讓樂齡族群比較好想像 未來的醫療 他們可能在居家 什麼樣子去做一些健康 養活 好像這樣 像這個字會形成面板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去問他說 那我可能有一些感冒症狀 或是我頭痛發燒 我應該要怎麼辦 有沒有看到 是這麼誒 你是虛擬人的應用服務 太硬了 我頭痛不舒服 請問該怎麼辦 您好 如果您感到頭痛不舒服 可以先嘗試休息一下 放鬆身心 您也可以喝些溫水 避免過度用眼 和長時間曝露在螢光幕前 如果頭痛持續或加重 建議尋求醫生的專業建議 以確定病因病得到適當的治療 我覺得孤單寂寞覺得冷 建議您尋找社交活動 老闆你怎麼做的休息 不是 這個沙發是有功能性的好不好 我以為它是讓逛的人 逛累了 然後坐著休息用 熱靈館休息用 對不對 但我跟你講 這就是針對長輩的 比如說你可能臥床啊 例如呢 是不是長輩有時候會咳嗽啊 你臥床會咳嗽嘛 然後還要測你的心率嘛 它這邊全部都會監測出來 甚至於喔 它這邊還會出現拍背的喔 真的假的 輕的 先輕的拍背 你有沒有看到 它的那個圖又不一樣 所以它是有連動那個平板 好 那你幫我用力拍背 這用力拍背 有有有 是不是 它的數據都不一樣 它幾下都可以計算得出來 它原來是在沙發下面 裝了這個感測器 所以不一定 一定要這個這組沙發 我可以換別的沙發 床上都可以啊 因為很多人會長期握床啊 你咳嗽也可以 咳嗽也可以 也可以監測出來 我跟你講 熟靈啊 不是只有人 我們家的狗呢 也是熟靈了 歐里啊 年紀很大 老了啦 十三十四歲 對不對 但你知道嗎 它這邊竟然有寵物的光能衣耶 你知道現在我們叫歐里啊 它的左後腿比較那個腳啊 比較沒力 然後呢 我其實每天都在家裡呢 我用手動的 幫它照那個紅外線 你知道嗎 它要照紅外線喔 你不知道喔 它老了 但是我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你看喔 它只要一顆行動電源裝上去以後 它也可以針對人啦 人是戴帽子的 對 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這是紅外線對不對 對 近紅外線 因為它的其實它是近紅外線 像我們那種身體 紅外線是圓圓的 照的那一種 它就會幫助你的血液懸惑 讓你瘀青啊 什麼 它這就是可以在近距離貼著皮膚照 正常來說 只要狗不願意讓你照 我們會建議它就是 如果不舒服就讓它做照的景象 沒有 因為買這回去的好處就是 這個是沒有限制的喔 那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話 這樣就盡量做 這樣帽子也是 它是可以戴著睡覺的 這個也適合 這也很適合 像我阿嬤 你阿嬤 他就一直寒冷 其實我媽也是啊 對對 就是明明現在是夏天了 然後就微微筋 而且它這個呢 帽子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只要接個行動電源 一樣就可以用 是不錯 我覺得不錯 完蛋了 我們先收尾 收尾完之後 你要買 或是要怎樣 你再自己試一下 謝謝導演 宋歐禮 寵物光能衣 我幫你跟全公司的人說 後製六點掉 我反而對於熟靈這邊的東西 還蠻有興趣的 我也覺得 好像這邊的東西比較有趣喔 但是你知道現在 暴露老人化社會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熟靈的 科技相關的產品 應該會越來越多了 像你可以看到前一陣子 有人Apple 就是你知道那個事件嗎 就是他的子女在美國 然後媽媽剛好戴Apple Watch 然後結果呢 他媽媽從浴室摔倒 然後玻璃整個碎裂 但是Apple Watch同時呢 通知了他的子女 而且還叫了那個119 所以我覺得這些智慧的科技產品 其實是可以幫到我們這種老年人的 然後小孩子 你也可以去 有很多新的東西可以去看 然後呢 也可以學習iPad相關的 我覺得是說透過這些技術 可以讓小孩子對於讀書 或是學習更有興趣 沒錯 真的真的 所以我覺得 收穫蠻多的喔 就大家不要再覺得說 AR VR只能拿來玩遊戲 其實還可以應用在學習上面 不是不是 AR VR 媽媽 只能玩遊戲的 那是廖阿輝啦 我們其他的呢 我們著重在運用上 好不好 就這樣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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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